从事软件开发工作 性价比最高 但如何能快速掌握一门技术 字不如表 表不如图 图不如视频 从今往后 我就是你身边的IT教师 学编程其实是一件很苦的事 我的目标是 够全 够心 够精 听高老师 新说PHP 大家好 我是兄弟连的讲师高过峰 大家好 我是妹子 妹子 上节课咱们向大家介绍了一下 P2P的安装环境的一些概素 对吧 咱们说了 如果商业运行 那最好安装的环境 就是在命运下边 使用圆满包定制安装 对吧 但是这个对一些不懂 minix的同学来说 难度稍大一些 对吧 不要在为了学P2P 在环境上 你耽误一两个月的时间 这是什么得不常识的 对吧 所以说咱们学习 需要一个最好的安装环境 学习上最好的安装环境 这个虽然X代表各种操作系统 但是这个软件咱们通常在命运下边 用的最多 学习使用的最多 Windows上都有哪些计程开发软件 既然说哪些 肯定就说比例假的 对不对 肯定有多点的 咱们就需要选择一个 我们打开瓏览器 我们来在这话 百度一下 百度一下就知道 对不对 咱们看一下 有一个软件叫做appserver appserver 我们只要输入这个 一搜索一下就行了 这有appserver的下载 但是咱们到它的官方网站看一下 叫做appservernetwork 这是它的官方网站 咱们点看一下 这个软件以前在教学上 我是经常使用的 平时教大家也不装这个软件 这个英网站就不多说了 但是咱看一下 它给我们提供的这些版本 咱们说的基础软件 是将哪些继承呢 myscrow appage pp 对不对 以及比如说咱们经常 操作数据库的 后期咱们会用的 pp myadmin 对吧 还有其他的一些软件的 一些继承 你看这里 你看 往越往下看 你看这些版本是不是越低 对不对 咱们往最上面看 最新的版本这里边提供了什么 app server 2.5.10这个版本 是不是 这是app server软件的 这个版本 它是一个集成其他软件的 最主要看 它集成的这些软件的版本 对吧 看一下 appage是2.2.8 对吧 几乎接近于最新的了 pp 不对 这个2.5.10 不是最新的 咱看 是这个2.6.0 对吧 2.5 这是2.6 这个是最新的 这是2.5.9 这是最高的 对不对 这个是最高的 你看一下 appage2.2.8 最高的 pp6 对吧 用软件 大家都喜欢用 有一个习惯 用最新的 是不是 但是呢 我真不建议大家 现在就选择 pp6的 这个开发环境 为什么呢 就因为它最新 为什么最新不用呢 讲一下 因为现在大众的环境 也就是90% 现在都在 你使用的环境 都在pp6以下 如果你现在学pp6的话 让它的新特性都用上 那你在市场 上你将找不着 一个好的运行 pp6的一个反应 知道吗 所以不要追求最新 一般的软件本身的版本 一升起的话 你几年之后才能跟上它 你不能说你才能跟上它 应该说市场才能跟上它 对吧 再低的版本 又有一些什么功能的一些优化 改进 不足 你也拨打安装 也不合适 对吧 所以我也大家建议 p版本最后选择5.3.7 和5.6.7 这几款是比较合适的 像去年以前的话 通常p2.2 比如说p2.2.6 对吧 还是占市场 百分之七十个分别的 现在50%以上的市场 使用的pp环境 目前为止都是 p5.3.7 和p5.6.7 没到pp 对吧 pp度现在极少 这种技艺 大家需要记住 然后myscur这个版本也太高 也太高 也是最新的 一般咱们用myscur的话 5.0几 是比较稳定的版本 现在通常的版本 咱们myscur支持那种 积蓄增趋的什么技术 5.5 自我用的版本就可以了 对吧 p5.7 这个版本 无所谓 这是用pp写的一个软件 操作数据库的一个软件 听懂吧 按照刚才咱们的版本分析 咱们说了集成软件 集成软件 它是把这些集成 咱们不能自由选择版本 是不是 让大家看一下 p2.6这个版本 p和myscur的版本太高 说不适合咱们对责 然后再看一下 pp4 5.2.5.10 这个pp5.2.6 可以 但是稍稍偏低一点 咱说去年以前 开始打动的版本 对吧 咱们就要现在稍稍升起一点 用5.3 5.4 5.5 对不对 是不是这样了 版本比较好 所以这个版本就偏低了一些 这是5.1 那往下看 2.5.9 那肯定是版本5.2 3是更低的 对吧 myscur数 这都比较偏低的 所以 通过咱们想周选的版本 集成人就换不到 所以p4.5 咱们最好放弃一下 对不对 这个版本没有咱们想到的 对吧 咱们还有一个 一些其他什么版本 比如说 咱们还有一些像p4p 你看p4p4 对吧 这个 也是一些集中环境 也是一些集中环境 看到这个 这个用的不多 p4p学习用的 对不对 也有一个部落的 既然集中人有很多 我就不多介绍了 我今天给大家推荐的一块软件 也是目前学习和有有部分人用的商人用的最多的一块 叫做 wamp sore wamp sore 知道吧 咱们如果非得连在一起读的话 你可以读问 lamp l是linux w是windows 对不对 那叫lamp 这个叫问 对吧 咱也可以连在一起 但读音不是重要的 来看一下 这是 wamp sore 咱们最好找一下官方网站 你看 sore 对不对 在这儿 我们连接一下看一下 好 这是它的官方的一个网站 对不对 我们来看一下 你以后你也不会去读 咱们点下 往下拉就可以 看下这块 这块也是 wamp server的软件的下载的环境 对吧 它有这么多众用 提供 咱看括号里的 有32位机器支持的 和64位机器支持的 对不对 目前我现在机器 IBM 这款p级本的话 现在是32位的 所以我下64位的 它肯定装上了一下 大家用的机器 肯定配置要比高老师 这个配置稍高一些 对吧 有很多是4位的 你可以下多4位的支持 对吧 最主要咱们看一下 集成软件 集成的这些软件的版本 这是比较重要的吧 对 那我们看一下 咱们先再看一下 这块是pp用的是pp5.7 是咱们想要对不对 然后这个5.3 就是4位 这也可以 对不对 但我机器不录4位 这32位是5.3 对不对 3和4之间 你选3也可以选4也可以 我这最好是选的 是不是4的版本 这里边 阿爸奇是2.4.4 对不对 咱们看的是2.2.8 对不对 买4个是5.6 是5.5以上左右的 买pp是5.4 p买面 还有是4.5对不对 还有xdbug 你看集成这些软件 看到了吗 在一起的 这些版本的 都是目前最适合咱们学习的版本 对不对 咱们就下这款 大家你只需要一点击 对吧 当然这块需要一些注册信息 你也不用管 你随便点击一下 你看 大家就会等等等等 就会过我们弹出一个什么 弹出一个 下载话 我们实际可以保存 这个问过色谷2.4. x86 用的这可知证文件了 对吧 当然了 网速如果给例的话 咱们一定保存 有可能下来 对不对 那这个34兆的 下咱们都等一会 咱们就不耽误时间了 对吧 在课下 我已经下载下来了 所以我取消一下 我们涨到下载的下 就这个就是刚才咱们 只用的这个版本 ok 那既然是提升软件 咱们是不是跟原代码包比 咱们是用它的目的 是安装方便的 对吧 所以现在咱们就来安装这个软件 看一下 只需要双击击车 非常的容易 什么都不用干 点逆行 对吧 然后下一步 什么都不用看 对不对 就跟Windows的 虽然是一起装几个软件 跟Windows的其他软件 一样的 下一步 这个协议你肯定得接收 对吧 再下一步 然后对吧 这话选择按照路径 如果你怕你的磁盘被折掉 那你可以选择什么 地盘 对吧 你也可以选择地盘 对吧 咱们这话既然是教育环境 你是学习环境 我不怕资料优失 对吧 我就现在就放在锡盘 用默认的 你这可以用来改进路径的 看一下吧 对吧 我这话 现在就是用默认的锡盘 然后下一步 看这话 你可以有两个选项 是不是在创建快捷的一些图标 对不对 左边的一些图标 对不对 那你都不选择 这无所谓吧 对不对 那下一步 然后这话 位置 锡盘这个 确定了吧 安装 看一下 这话就需要稍稍等待一下了 那现在是这个软件 是不是跟我们一些大众的其他软件的 安装方式 是一样 没什么区域 只不过我们一个安装完之后 默认把 Avacic MySQL PRP 都装好了 而且还在困堡在一起安装的 知道吧 不光说这些 还装P是买的命 还有CBug 就是调是PRP用的 对吧 还有一个编译系统译用的 这些软件都合在一起去安装 那我们稍稍等待一下 大家可以计时一下 你看这个软件 空中了多长时间 就安装完了 对吧 好 这里边告诉我们 我这里边是否用火锅浏览器做我的 圈省的外部社会浏览器 对吧 反正你可以试 都可以调 对吧 然后再开始裁判装了一些信息 桌子表里边写了一些信息 就这样 P都用过来 对吧 那个刚才 装长件了 大家也可以注意到 我是不是通通都默认的 什么都不用多想 就可以有一个 骗子冰淇淋的方便了 非常的方便 来 再写个读书表 我们还需要 等待一下 如果大家机器快的话 这个应该早就过了 对吧 好 这块 你可以默认过去 这块指定一下 什么 你的 比如说 smpp的ETT的位置 或者是你的里面邮箱 我这块可以指定一下 我的smail里面邮箱 就是外部 服器光源了一下 这是我的邮箱 大家也可以同我的邮箱 可以联系我 我就是一个外部 服器的一个光源 对吧 再一步 这个时候 是否现在就开启 对吧 反正结束 全中了 对吧 机器运行 得慢 稍等天后 好 我现在 已经 怎么了 安装完了 对吧 那我都安装完了 现在怎么看安装完了 对 现在 看好了 再戏盘下 WAMP就已经装在这个里面 对 都是这个软件都放在这一部分里面下了 这就是这节课向大家介绍的软件的下载和安装 好 谢谢大家 那这几课咱们就在这里 那下这课呢 我和妹子呢 会向大家介绍一下 WAMP这种环境物结构都是干嘛的 好吧 好 谢谢大家 这就和咱们就到这里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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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